那麼還想請問教一下您說 請問這個去年投票 然後呢 它去年已經投過票了 今年要不要再登記選民來投票呢? 通常你登記選民的話 就是說你是登記你是以哪個黨派來登記的 所以一般情況下你如果已經是選民的話 那每年到快到選舉的時候 我們大家每個人都會收到一個選票的這個package 所以你在上面選擇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不需要再做這個登記的這個東西是不是? 對對對 選民登記 好的好的